大家好 这是我们全国的基优县市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 感谢第一线辛苦的护证人员与志工 学婚户籍一般民众人生大扫事 少不了护证单位 卓荣泰也判持续推动一化更便明 今天我们要做更多 AI科技引入到公共领域 引入到政府部门 检证跟便明 因为过去赖总统在行政院院长任内 他说过 政府内部有的资料 就不用民众 舟车劳返一直申请 也是因为护证单位协助 有人找到鬼家的路 护证事务所区许慧山 张华县20护证事务所科员许慧山 曾协助日本湾生奶奶 同村美爷子来台找回记忆中的老家 还看到自己出生时的户口调查部 让他感动不已 另外服务再提升 现在随着国际法修正通过 申请规划年限 再放宽 我们甚至在今年5月7号国际法修正之后 我们也公布放宽 放宽他的申请规划居留 原本的三年以上 我们把它缩短为两年 免责书薰人才规划的部分 我们也免收他的一个证书跟规费 事出利多沿览国外人才 7月1号护证日 行政院内政部给予第一线表扬 希望护证行政结合国家政策 再接再厉 民事临时的应当面 首组台北报道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在自选餐当中 加入民事新闻台 为您带来最及时 最正确的新闻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